当今世界确实很不太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一幕幕地向我们展开 个别大国为了维护其霸减地位 重拾冷战思维 制造阵营对立 进一步加剧了动荡与分裂 让本来就问题缠身的世界雪上加霜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中方坚定地认为 正确的出路就是在多边主义旗帜下 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 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 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小船进不起风浪 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 当务之急是维护和平 和平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并且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 坚持通过谈判停止冲突 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通过合作增进互信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第二呢 是要促进团结 世界因多样而精彩 诧异 不应成为对抗的理由 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反对霸权强权 反对集团政治 要撼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平 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 是要坚持开放 经济全球化 是时代潮流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能被地缘竞争所隔断 我们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孤立主义 坚定维护自由 公平 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 拆掉小院高墙 共建开放的市场 第四 是要加强合作 面对全球性挑战 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也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必须同舟共济 共克世界 在应对新冠疫情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 加强沟通协调 凝聚最大公约数 划出最大同心源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 中国始终代表着稳定性和正能量 始终站在意识前进的正确方向上 我们将继续胸怀天下 担当禁责 坚定不移的高级和平 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道 合力谋发展 一起向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